新闻一總會 新闻一總會 各個情商來做會 大家看最近 昏昏腦腦的很多事情 裡面有個事情讓大家非常感動 就是台灣人所有人 都要留住吳寶春先生 全世界第一名的麵包師傅 要把他留到台灣 因為他很想念書 可是我們的法令規定他不能念 結果今天吳寶春 他在他的臉書上講 他已經決定要到新加坡去念書了 那我們先看他自己怎麼講 當時在報考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時候 當時台灣的EMBA的課程 報名日期已經截止了 當時會想要讀書 然後只是想要學習管理的知識 那不是要獲得EMBA這個學位 那也謝謝政府 然後也因為透過這樣子的一個討論 那我現在呢也在台灣大學呢 準備去進修 那也很感謝台灣大學給我這個機會 然後最主要呢 我還是會留在台北的時間比較多 那會去 因為最主要還是在台北的 學習台大的學習時間比較長 對那去那邊就是三個月去一次 一次大概十天左右這樣子 哇大家看喔 分擾這麼久 吳寶春的事件 告一個段落 可是我們是很失望 為什麼 因為馬總統曾經講說 應該把吳寶春留在台灣 但是吳寶春畢竟去新加坡練書了 然後他到台大師去當老師 去上人家的課 所以 他畢竟沒有在台灣練EMBA 那這個當然 和我們那時候很多人為他修改法令 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那他還是要去 你覺得他為什麼要去 應該從遠一點的地方 大一點的地方 高一點的地方來看這個問題 最近大家不是為他討論說 台灣的技職教育的問題嗎 那事實上政府要推動一件事情 要讓社會有一個動能 需要找一個好的典範 我認為吳寶春就是推動 技職教育很好一個典範 他不需要讀大學 他只有在他的領域裡面 是成功的 他這個成功到整個的社會 會欣賞他 欣賞他的原因 不在於他的技術而已 各位有沒有注意 是他很成熟的人格 那個成熟的態度在什麼 他敢於把他做麵包的秘方 公開給大家 他每次會來做好 然後他的徒弟 他的朋友一起開的時候 他從來不會覺得 我開一間 你怎麼在旁邊給我開一間 他的想法是說 大家可以好的東西 一起來貢獻給大家 這種非常成熟的一個技職的典範 所以吳寶春的這件事情 在我們看起來 他是應該讓我們來推動 台灣的技職教育也好 推動台灣藍影階層 能夠變成社會一個相當重要的 工作主體的一個角色來看 事實上我們應該從這裡 學得了教訓 吳寶春會不會到哪裡去 不重要 重要的是第二個吳寶春 第三個吳寶春 他們的命運會是什麼樣子 請問我們 教育部的這些主事實 想過了多少 用心過了多少 對啊 但是技職教育 簡單講就是我們的 過去的高職跟工專 這個是回不去的 因為現在大學這麼多 誰要再去讀高職跟工專 這種有些事情是很難回去了 但是我們看吳寶春 他在國人釋出這麼多善意 教育部為他立了法 等於說為他修了那個法規 然後他還是厭力 說我乾脆到新加坡 而且他 那時候很多人簽他 你不要去新加坡 新加坡講英語了 你其實聽不懂 他今天講說 人家我去那邊 全程都是華語 所以他也聽得懂 不要看不起人家 那他為什麼要去新加坡 做這個你看 其實我覺得他這個選擇 是一個對他最好的一個方式 因為他已經在台灣太有名了 一個在你的土地上面 在你的國家裡面 那麼有名的一個人 你進到課堂裡面 難免會變成一個焦點 那就會轉移了你想學習的 這件事情 那可能他有的時候對老師 對其他東西來講 會是某種的無形的壓力 那現在去新加坡的好處是 那他不管是進台大也好 或者說政大也好 而且台大你要知道一個台灣大學 因為總統講一句話 就真的為你開大門 這個大學在某種程度上面 好像也不夠獨立 所以後來台大就選擇了一個方式 就說叫他去旁聽 然後再請他當老師 我覺得台大也是煞費苦心 因為台大畢竟有台大的這個校格 也有台大的一個長遠的歷史 他如果真的因為馬英九點名 說要讓吳寶春去讀 他就真的給他一個正式驗憋的 學生的這種資格 好像也會被罵 那這個是一個最完美的一個方法 那這不是我們的人才流失 這是我們的人才到新加坡去交流 那如果有一天我們的台大 可以從新加坡 印尼馬來西亞 或者是從上海北京 請一個也是技職畢業的一個 其他的學科的師傅來念EMBA 那這就是我們的福氣跟收穫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先例 那這個先例如果我們用積極面看的話 那就沒有什麼好批評的 人才互相交流 等待台大跟新加坡大學一樣有彈性 對啊但是當初 為了要把吳寶春留下來 國人可是做非常多努力 很多關聯在馬行九一聲號令之下 可是趕快去修改很多法令 優法指揮保修完人就跑 吳寶春實在很不夠意思 入學大學通等協力認定標準 或者以及證照五年工作經驗 或者承載大專職校擔任教師 或者專業領域卓業 符合這些條件才可以考碩士 但是後來都看到吳寶春 他好像掉頭就跑了 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 像台大政大中山都曾經有過這樣 北京大學他要工作資歷要八年 然後加上五年的管理職 30歲以上優秀的高層管理者 酌情來酌收 那新加坡大學對吳寶春最好 新加坡他怎麼講 工作八年加五年的管理職 和近期將成為高階管理層 有特殊成就企業家 或者高級主管有破格入籍的安排 想必吳寶春他已經被新加坡人說動了 而且新加坡人對他都禮異你知道嗎 吳寶春表示說我想考你們學校好不好 新加坡派人來辨識 派人做危機四個多鐘頭來辨識 然後說看你適不適合 然後說你也很適合我們很歡迎你 甚至我們上你的課 我們不講英文我們都講華語 你就可以看到人家是如何積極的去找這樣的人才 但是我們就不一樣明厚 我覺得也是這樣就是說 當然吳寶春這件事情 對所有台灣人來講都是非常遺憾的事 因為他最後的選擇 竟然是到新加坡去 那我們就白忙一場嘛 那我們當時為他修法 然後呢強力留他去 他是個國寶節 是台灣之光 應該要留在台灣啊 這樣整個台灣才會有一個 所謂的這個驕傲真榮耀嘛 但像這樣的人留下來 對台灣當然是好處 但是問題是 也就是因為政府這樣的一個事情之後 我覺得讓吳寶春就 覺得很難以承受的重 對不對 你要是 你要是他的角色的話 我留下來我就是為了 政府為了幫我開個例啊 那我從此就背上一個名字就說 我是一個特權 好像一個特例這樣的感覺 那我覺得吳寶春這樣 你看他一路走來都很順 而且他雖然說實在 在社會上說 說他是做麵包的 可是你看他的IQ其實很高 結果他其實在這個事情的判斷上 他是正確的 就是說等事情稍微平靜一下 他選擇去新加坡念 第一個可以剛才像周杰講的 就是說他可以有一個新的體會 不用在台灣這個環境 可以新加坡學習新的東西 那問題是在 就是他不用去背負那一條 就為了他特別量身訂做 那種修法的感覺 我覺得對吳寶春個人來講 他是一個對選擇 對台灣人可能會比較 比較遺憾 可是吳寶春我覺得 這個例子一開之後 給後面的人也不錯的一個 對 我覺得像吳寶春 他其實一直在掙扎 因為台灣人已經為他這樣了 對 那新加坡又給他這樣選擇 他本來這很掙扎你知道 可是他自己 他這個是前天臉書PO的 為什麼你知道嗎 今天禮拜三 前天臉書PO的 因為三個禮拜我一個好朋友 他講了一句話 他在坐牢的時候 他說 中華運國政府 可以為吳寶春修改法條 不能為我阿扁 修改保外就醫的法條 這是什麼社會 吳寶春聽了覺得說 那這個法條我承受不起 所以趕快去新加坡 小董 你把我的台詞都搶走了 這是我剛剛發語詞 我說如果說這樣能修 阿扁這樣能跟上去的話 那以後什麼法都能修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吳寶春這個不可承受之重 我要講說念書的目的是什麼 每個人念書的目的不一樣 薛瑞宣前兩天講說 他最大的宣漢是沒念大學 那我不講吳寶春一樣 他學禮只有國中而已 那今天台灣為他修改法條 我覺得他當然是非常高興 可是他想得到的是什麼 他想要得到的是什麼 我在想說吳寶春 你今天台灣的這些教育 為他開了一個方便之門 以後他怎麼畢業 他的畢業方式是什麼 是寫一篇論文 那是吳寶春擅長的嗎 寫完論文之後 請問一下他獲得什麼 就是那個單純的學歷 我覺得你知道嗎 我講難聽一點 現在台灣的很多大學 開這些EMBA 就是各取所需 你要學歷對不對 我要錢 那我們就各取所需 就這麼簡單 你真的是要留住人才嗎 台灣哪一個學校 是我設立的一個研究所 或一個什麼樣的博士班 是為了留住人才 沒有嘛 所以你現在為了吳寶春 開這個方便之門 請問一下 我們只有一個吳寶春嗎 我們其他的人才 怎麼樣才能進入這個 所謂的高級體系 然後把他的知識 透過這樣的傳承 有了學歷之後 才能在學校教書 我們現在的教育制度 就這麼死嘛 你要有學歷之後 才能開始在學校教書 就這麼簡單 怎麼樣透過這樣的方式 讓人才進入教育體系裡面 去把他的經驗傳承給下一代 現在這個才是要做的 吳寶春到了新加坡 我們祝福他 有多少吳寶春 我們必須要留下來 留下他的知識跟經驗 對啊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吳寶春在這個事情 他有非常多掙扎 他現在做了選擇 那我們當然祝福他 畢竟他也留在台灣大學教書嘛 那這個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回來我們再來討論 台灣的人才都留光了 以後我們還要到哪裡去培養人才 馬上回來 可以看到吳寶春 然後他想去新加坡讀EMBA 其實國人難免失望 但是 大佬 你如果是吳寶春 你會怎麼選擇 變大佬 因為他已經算大佬 我們等一下講的故事 你也會知道他多老 是 大佬有經驗 大佬 很好 大佬另外稍微把他頂倒才變老大 老大 老大 你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非常好 非常好 不只吳寶春要出去 假如台灣的年輕人有機會 可以到國外到世界去看一看 讓自己的眼界打開一下 對台灣絕對是一個好事 現在我們面臨最大的危機就是 過去我們在美國去走一趟 我們台灣要什麼人才 我們大家就可以找得到 現在大概我們去美國走了一趟 找到的大概都是大陸籍的 已經是這樣子 舉個例子 像台灣的人 台灣的年輕人到國外去找工作 開出來的薪水條件 老外嚇一跳 嚇一跳 這麼便宜 你是不是資格不夠 你是不是條件不夠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假如有機會到國外 有機會去接受 這樣子來看看一下世界的一些眼界 是好事 絕對不是一個壞事 所以吳寶春選擇了到新加坡要 或者甚至他選擇到其他的地方去也好 都是一個好事 畢竟根還在這裡 他不會從此又在新加坡定居 但是他卻會回來 會帶給很多同樣的 當年只有國中畢業協力的人 或是同樣的從事在計職工作的人 帶給了一個新的希望和期待 所以他的出國 我是給予高度的肯定 但是我們其實很多人就覺得說 吳寶春去那邊念書 就算人才外流嗎 不是吧 他應該去那邊寫一寫 讓自己那個再回來吧 這眼界增高了 所以他最後還是會回來的 還是會回來 事實上我要提醒吳寶春先生 讀員畢業 讀書的時間少 應酬的時間多 這是記憶之軟嗎 因為那個我認識那個 馮那個 就所謂時尚教母 馮什麼樣 馮雅敏 我的好朋友 很多年了 他是很多的名牌的代理 他今天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說去那邊很忙很累 從早上7點到半夜10點11點 我以前在北大還是這樣 因為MBA 他是以一個所謂的人跟人的交流為主 所以下課以後 我的天啊 吃完飯還要卡OK 然後還好幾拐 大拐小拐 然後上課那段時間 早上又要起來 因為上課 我們不上課遲到要罰錢的 接個電話要罰500塊人民幣 然後遲到罰1000塊人民幣等等 就是說他的那種課堂的文化 跟吳寶春所想像的文化 可能是不一樣的 這個是吳寶春必須要有一些心理準備的 那第二就是說 吳寶春他的性格 看起來好像是比較有點內斂 有點害羞 可是上EMBA的課 特別是像新加坡這種風格的學校 因為新加坡他比較有英國 歐洲的那種傳統 就是說你要發問 你個人的貢獻 學生的貢獻 重於你在學校所聽到的 所以這個大概是不一樣的 那對總統來講 其實當時也有人批評過他 怎麼你一個人就要改變這個規定 那現在這個規定 是不是日後所有類似 吳寶春師傅的這些人 都可以有資格像他一樣去申請 那將來他回過頭來他教食物 那我也聽過麵包這個業界 很多的老的師傅 他們飲食業界 同樣很多人都贏得類似的 第一名冠軍 那我這個是不針對吳寶春 而是說為什麼其他的那些冠軍得主 他們沒有這個光環 那這後面是不是有經紀人的操作 我一直懷疑這個市場操作 讓吳寶春被擴大化 讓其他人被壓抑化 這個是我們這個社會裡面 或許比較商業化的另外一面 對啊 現在你做很多事情 你都要勇於能夠做促銷 對啊 然後你沒有促銷大家就忘了 如果你把它回覆到 我們大概一個月前 全國所有的報紙連擊燈好幾天 說台灣情流感 H7N9來了怎麼辦 人要傳人了 各報都頭條 台大的醫生兩點 說這一波比SARS還厲害 報紙已經燈好幾天 可是我跟各位講 現在台灣沒有一個人感染 一個人越來台灣沒有人感染到H7N9 只有一個蘇州的台商回來 他也自豪已經出現了 現在台灣的疫情就這樣 這個政府是非常了不起 應該按讚 因為不會促銷 沒有人講話 平常先講 平常先講 所以有時候你要去推動 那剛剛周姐講說 吳寶春是不是他的經紀人特別厲害 特別去幫他促銷 可能有一點點 但是像他這樣的人才 現在去新加坡 我們是藍眼失望 其實他去新加坡 諧城了就要回來做我們的人才 不是嗎 其實現在問題就是在這裡 就是說他去學習之後會不會回來 我覺得很多人應該是擔心這回事 就是說你去外面救學之後 你會不會因為熟悉那邊的人脈 然後熟悉那邊的地理環境 然後那邊加上新加坡 又好像很有企圖心在援覽這個人才 然後會不會為他又設計了一些 所謂特別的條件等等 然後導致這個人 就真的人才外流了 我覺得真的擔心就是說 外學就是真的外流了 人才外流這塊 否則他去外國學習 然後他也是台灣人 那融合其他國家經驗回來開展台灣的事業 其實對台灣更好嘛 但是就是說真正留得住留不住 我覺得他去就學之後 我覺得那真的是 就看真的是真本事 如果他願意再回來台灣 我覺得那就是留住了 那如果萬一他真的去了新加坡以後 上學以後就愛上那邊完蛋了 台灣真的就是 就是留不住人才嘛 所以說我覺得就是說 當然就是又有一個 有一個吳寶春 吳寶春之後 我覺得後面的東西可以開放 就開放 然後讓吳寶春 連這種外流的機會 都不要留最好啦 如果我補充一下 就說在這個現在世界是平的時代裡面 人家回不回來 這是人家自己的現場 什麼平的 習近平 不是 習近平 沒講習平我也沒意見 你說平的 平的世界 就是拉平的 整個世界是年輕人的舞台 這時候舞台絕對不是只有在台灣 我是這樣講 假如有一天吳寶春 能夠成為東南亞的第一麵包師 或是吳寶春能夠在巴黎 成為第一流的麵包師 那是不是我們的面子 他回不到台灣 又說話又怎麼樣呢 所以當世界是平的時候 不要在意 我們的人到哪裡去 我們只在意 我們的子弟 在這個世界的舞台上 能不能成為一流的人 就像李安在好萊塢 陽明立萬 他是台灣來的 沒有錯 我要講說 其實我們台灣面臨兩種問題 吳寶春 吳寶春現在去哪裡念書 我覺得基本上 不是我們討論重點 而重點是 我們怎麼樣去留住人才 然後怎麼樣去延攬人才 這是個關鍵 Coco姐去北京念書 他們有一個學制是 去幾個月去幾天 這一次新加坡大學也是如此 請問像我們台灣大學 有這樣的制度去延攬 外國人才來念書嗎 沒有 沒有 就沒有 就是現在大學就想說 因為我要開始籌措財源 就是我管開EMBA讓你來念書 然後我學歷給你 你把錢給我 就在想這些事情 那這樣的結果 所以之前那個 立志的董事長 我突然忘記叫名字了 他就說我們台灣的人 延長壽 延長壽 他說台灣人才要空掉了 不只他一個 很多大佬說台灣人才 為什麼會空掉 你這樣怎麼會不空掉 我們的人才 基本上跟社會的需求 是脫節的 然後我們真正有能力的人 見不了這個學術體系 所以我講 舉個例子 台灣其實最有名的 就是路邊那種 流水席那樣的師父 請問這樣的師父 有沒有在我們的技職跳育體系 或是在我們大學體系 有這樣的師父 一個都沒有 以後這個遲早要失傳 這是我們台灣的悲哀 對啊 但是吳寶春 去新加坡 其實他如果找來問我 我就會跟他介紹 台灣有很多學校 比台大比政大還好 你都不知道 哪一個 譬如說 凱達格蘭學校 還有新黨的孫文學院 還有國民黨的李登輝學校 不是不是不是 那是台電黨的啦 蔣經國學校 蔣經國學校 有一個李登輝 他說他常常上蔣經國學校 可是他的所作所回 跟蔣經國是完全不一樣的 回來我們就來談李登輝 他要出書了 馬上回來 前總統李登輝 涉入的國安密障案 特徵組偵查終結 一貪污洗錢等罪 起訴李登輝、劉太英 原因是在民國87年 李登輝指示國安局 將外交部歸還 拱案代電的2.5億 透過海外人頭賬戶 換成7500張的千元美金 旅行支票 塞滿兩個水果盒 交給劉太英 挪作台中院建置費用 李登輝先生 身為國家演員手 統領文武百官 以洗錢方式 不妨挪共世人使用 任後任設此否認 既求謝則 哇 其實李登輝的熱潮 這兩天因為他出一本書 前陣子金馬獎 在頒獎的時候 台灣的得獎非常少 民進黨有立委就出來講 說乾脆金馬獎廢掉了 都是大陸人跟香港人領著 有人去訪問大導演何孝賢 何孝賢很生氣 他說一派胡言 我看了李登輝最近這兩本書 我突然想起何孝賢 小總你拐了半天 拐了半天就是要講一派胡言這個字 我就這種人 好啊 李登輝他有他的輝煌時代 他在這本書裡面講 因為上帝給他很多信仰 1990年2月11號 國民黨臨終前會通過 第18屆證務總統獲選人事 李登輝 李延祝 然後5月29號 立法院行使隔回郝伯尊同一案 民進黨強力杯葛 是史上最火爆最失控的一次 然後1992年4月19號 民進黨發動4.19總統指選大遊行 然後1996年5.20 第一次總統民選 正務總統是李登輝跟連戰 然後2000年3月18號 第二次總統民選 連消費拜險 民眾包圍國民黨中央黨部 然後3月24號 李登輝在國民黨 林中全會正式辭職黨主席 其實這些 我們其實看李登輝 他有非常多的過氣 他這些過氣 有些人就喜歡跟他糾纏不親 像李勝鳳就是 20幾年來就跟他糾纏不親 我什麼時候跟他糾纏不親 因為他裡面 孫芬老師你先坐在他旁邊 不是 我沒有樂器跟他糾纏不親 裡面都有寫到李勝鳳的名字 李勝鳳自己可能書還沒看過 他還沒看 我是很仔細看 我剛剛碰到李勝鳳我就講 李登輝裡面寫你 紅西山莊 你就每天講他是錢是烏來的 所以被李登輝點到的人 其實表示他現在還都懷恨在心裡 所以你不能說李登輝說 我是不是我的我 這個字怎麼講 我是不是我的我 是這樣子 什麼時候改行當下生人 所以李登輝現在為主做見證 還有說台灣要哪裡去 這兩本書 其實講了就很多你們那個時候的過去 但是他為什麼要寫這個書 最簡單的我問你 我直接拜託說你跨當年 我也無情的時候 一個叫李登輝 一個叫李安 兩個現在一個當過總統 一個只是拍電影的 兩個人同時在台灣的社會上 你覺得誰的掌聲會多 你覺得現在誰講的話 會在報紙的版面裡面 站得更大的位置 所以假如看不清這樣的事實 還適時地想去寫一些自己 對自己交代 然後來點支抹粉的內容 我看未必經得起 所以你看問我說這些事情 都二十幾年前的事 你還拿出來流 你說那菜是流久會炒算你知道 炒算就不夠吃 尤其歷史都還在 很多見證人都還在 不是你一個人說得算 不是你一個人說得算 當然他也很期待 期待很多人來跟他對著幹有沒有 他才不會啦 既然林南港走了 您在出版有沒有 那很多人也會 行這樣的魔術賽的出版 對啊 但是李登輝 他在這個時機寫這個書 一定有他的意義 李登輝總統他這個 已經九十幾歲嘛 他自己也承認他大線也將至 那他很擅長 用他自己所主導的文字的東西 為自己做一些 蓋棺論定之前階段性的文字記錄 比方他這個2000年之後 他比較相信周景文 那他請周景文寫了一本 執政告白實錄 那個完全由他訪問 這個周景文訪問他 他口述寫出來的 那所有的重大的事件 都有李登輝詮釋 那我不是為我自己辯白 我以前寫李登輝的1000天 是第一次寫一個總統 那是我主動寫的 而且是採訪來的 李登輝他最後也沒有為那本書 有所背書 那當時因為比較暢銷 所以他也就沒有否認 那那本書是我採訪來的 那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 他把這個政黨輪替這件事情 用周景文的手 那把他自己做了一個詮釋之後 他還對這個連戰 國民黨他離開這個 國民黨被逼退這件事情 做了自己的詮釋 一堆沒良心的國民黨人 而且他覺得國民黨也不值得存在了 那接下來的這一段時間 由於有台聯啊民進黨啊綠營的糾纏 其實他自己也在變化當中 他是一個權力的創造者 也是權力的追隨者 那現在我認為他這本書 最精準的地方是他用基督徒的方式 為一個台灣的國父 這個他想要的概觀論定 做一個文字上的鋪陳 叫做為主做見證 那這本書裡面用的都是 就是大概他接任之後 到最後的政黨輪替那段時間的爭執 那段時間台灣是大風大浪 很難用輕描淡寫來這個帶過 那我要說的是 那段時間我剛好是聯合報 跟聯合網報的記者跟採訪主任 有很多事情我介入的程度 比李登輝總統本人還要深 我只能說他有些地方 也未免太相信 當他說他是教徒的時候 他就可以不要為他的謊言 付出歷史的責任 這裡面他報了仇 他對於他所恨的人 比方像新黨的李勝峰 謝其達這些人 他寫出來了 他沒有恨我那邊老是這樣說嗎 他是不喜歡你而已 那這本書最讓我震撼的是 他寫到了孫運軒 他在三十六頁 他用當基督徒碰到不公不義的時候 怎麼辦 這是他一生當中最恨的一個人 因為孫運軒的形象比他好 據我了解 每一次人家說 蔣經國先生當年用的副總統 第一人選是孫運軒 或者人家說 如果孫運軒接了蔣經國 台灣會不一樣 他就很氣 但是孫運軒的形象太好了 人氣太高了 在適當的時候 他從來不敢反駁孫運軒 可他現在利用上帝之手 把孫運軒在某一個階段 他說他在農夫會任職的時候 經濟部長孫運軒告訴他 有大企業要買農地 叫他修改跟著有其田條例 他認為這個不公不義 因此他去告訴了另外一個人 而這個人呢 是這個修法的方向 他說他聯系的 國內相關的大學的 這個教授來反抗 而其中農夫會主委 沈宗翰先生是支持的 最後沒有修法完成 我看了之後 其實情緒是很震盪的 因為孫運軒先生已經去世了 後來在另外一頁 他對林陽港先生 也做了一個 改觀冷定 非常殘忍 他說他是台奸 李總統 我真的想跟你說一句 如果你真的是一個 非常虔誠的教徒的話 我今天要告訴你 你的位主見證 見證了一個說謊的一個政治人物 如果未來的概觀論定 要說你是台灣的國父的話 我想像我們這些人 應該用我們一生的力量 來把這個歷史做一個正確的決定 對啊 其實李登輝 就是 借著出這個書 然後把一些 比他先 死的人 先把你 鞭尸一頓 反正你也沒辦法出來辯解 那其實大家熟悉的 李登輝在裡面 寫了非常多 那時候 民國79年2月戰爭 的事 正正 正 對不起我的國語就是怎樣 國語喔 是是是 民國79年2月 李登輝顯李研助登任副總統搭檔 然後國安局長宋新蓮 因為他代表李登輝去 確聽所有政敵的電話 我公開講就是確聽 確聽沒錯 然後向李登輝報告 然後說黨內有的要發起 起立表決改成秘密投票 推出第二組的人選來對抗你 李登輝就打電話給熟識的幾位 新聞界人士表明 提名案恐怕會有變化了 然後2月11號 一大早 所有的媒體就包圍那些當事人 追問你們有什麼陰謀或計謀 因此鬆動了想推翻的人的計畫 這李登輝言文 他說國民黨臨終前會會議 經過兩次表決 仍然維持起立表決 雙禮配成為政府總統候選人 當天會議就被稱為流產 我在猜一句事情根本不是這樣 你回過頭來看那天是聯合報的頭條 登出來的 怎麼會是他打電話給蘇佳東 這個大概 因為我是講 你是當事人 你先講 因為我說 我講說歷史不是一個人寫的 因為很多人都在看了這一段的歷史 第一個 那個絕對不是 那一天的人完全沒有鬆動 那一天想要去提案表決 完全沒有鬆動 可是那一天的組織裡面 是被瓦解的不少 為什麼被瓦解 因為李登輝動用了國家的機器 宋新年的國安局長 竊聽了每一位中央委員的電話 所以很清楚地掌握住 誰聯絡了誰 誰找了誰 所以因此是透過所有的脈絡 再一一去瓦解 那個時候有不少人也奉李登輝之命 去瓦解的人 因為其中有一個委員他就這樣說 他說聽到說票選就對 這合理 這民主 可是被接到說 這個票選是要推完的有沒有 他們說這不對 所以不是他去主動告訴誰 是因為有情字大頭子 主動告訴你 不是他這樣 第二個想要去在這邊做改變的人 便沒有鬆動 導致那一天發生了一個 比較有趣的 反正既然你在有趣 我們再講有趣的故事 給大家聽聽吧 為什麼沒有鬆動 因為那一天兩邊的人馬都準備好了 準備要好好的表責一下 準備要好好的對峙一下 可是這國民黨的文化 你曉得都在那邊扭扭捏捏捏 都不敢出來 第一槍沒有人要出來 沒有人 用貓掛鈴鐺幹嘛 大家都不敢 可能這時候有一個人不知情的 小秉坤 有一個賢秉坤 姓黃的委員 他已經可以離開了 他那一天就是想出個風頭 他想提一下說我們要票選 他票選的目的也不是真的要票選 只要提一下明天報紙可以登 他就可以了 結果他說提示 我們要票選總統副總統的提名人選 這一題 大家就跟上來了 他一看嚇一跳 怎麼跟上來了 是什麼 什麼罹患 什麼這些人 把他嚇了一跳 原來兩邊都準備好 結果這個不知情的人 就啪了一槍 所以沒有鬆動 也那天都準備好 準備要對峰了一次了 對啊 但是他裡面還有非常多精采的故事 因為經過李正輝這種自我表述 然後你看他真實的真相 離他跟上帝做見證 其實越來越遠 等一下我們聽 當時在採訪陳敏鋒的意見 麻煩回來 你採訪過下面 各位正恩 是民國79年發生的事情 那時候陳敏鋒也是採訪記者 我是幼稚園小學 都不用客氣了 不用客氣了 敏鋒今年28歲那個時候 是啊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那時候大家在講這些 現在李正輝的書裡面 他很多事情都火了 明鋒你看 沒有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當年沒有錯 我們已經開始跑新聞了 那開始跑的時候是 剛好蔣經國那年死掉的時候 過世的時候 我們大概做一個記者 大概只能去榮總看了 宋楚瑜從那個階梯上面下來 然後就是去守那個現場 但是我覺得做一個 當年曾經採訪過的記者 其實二月政爭 就是用政爭這個字了 對 二月政爭 但既然有政政的話 就表示有兩派人馬 那他今天把它弄成政變 那我覺得 可能跟我當時的認知 就不是很符合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 就是說 我覺得歷史 是有他自己本來的真相 不是說因為你活得越久 你就可以詮釋到 這個歷史的真相 這樣子 所以說今天當然 他作為一個歷史的經驗者 還有他自己 後來可能年紀大 他有一些想法 然後一些主觀的拼湊等等 我覺得那個就是你這樣 也許說很多人都很不滿 但是他作為一個這樣的寫說 你也沒有他辦法 你也只能尊重他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作為一個國民黨的黨史會 他這個時候就要有責任了 就是說當時那幾年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到底是什麼樣的過程 我覺得今天 他當然是挑幾個過世的人去講 但是問題是還有很多人都活著 所以我覺得說 你要 你不只是為國民黨歷史 對台灣來講 那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 所以你黨史會 一定要去做一個很多的 口述的歷史 去讓整個當時的東西 是不是有一個比較完整 而且比較能夠接近真相 然後至少是各方的意見 都是呈現了一個工作 我覺得那個黨史 國民黨的黨史會 應該是要做 現在應該要做這些事 但是我們看喔 李登輝在書中可是很那個 他說宋新年喔 跟他報告 宋新年去竊聽人家 然後報告 然後說有些人好像要推翻喔 提名會有編論 所以李登輝去說 我趕快告訴一些新聞界的人士 讓這些人士 就有 就因此衝動 那個鬆動 這些人士喔 可是不得了 我們先看這個畫面 林良港他們 我坦白的講 我今天到達會場以後 就好幾位啊 記者問我 說聽說啊 你要競選總統 所以我是色嫌人之一 總統不是有競選的 總統是候選的 色嫌人啊 你看 我也是色嫌人之一 我跟你講 我要講喔 19 這個民國79年 不是1779年 那天那些所謂的 你說政變我們說政爭 那些人都還在 包括聖鵬老師 他們都在 所以你現在出一本書 就把所有的 所謂的話語主導權 全部要拿走 沒那麼容易 我突然想到一個題外話 那個時候我們現在想說 水果日報 這個機場用字遣詞 這個標題非常的聳動 我記得那個時候 郝博春街行政院長 那時候有個叫進報 因為他只存活了4個月 然後呢 他那個時候第二天的標題 是這樣子的 應該有布雅 我把字改了 他叫 暗 軍人干政 記不記得 這字差很多耶 大家想不起來 想不起來 我覺得那個時候是這樣 是小廚早報啦 他在裡面 各位 對不起 我要講 我要講說現在 我們的歷史有兩種 兩種寫法 一種叫做史關寫的 這個正史 一個叫敗關也史 我覺得李總統現在 李前仲現在出來寫這兩本書 他企圖要改變大家對於過去那些 包括政爭啊 包括這個77年如何 這個國民黨內一些鬥爭的一些看法 我覺得是沒那麼容易 我希望大家去多看一些 之前李前總統寫過的書 剛剛小董講得到 之前寫的書 跟他之後寫的書 發現他自己寫的東西 還都不太一樣 所以你基本上 你要怎麼樣去認定 我最後講 孫運璇他不是形象好 他是真的很好 你看他身後 不是說淒涼 你看他身後身無帳戶 他真的沒有A錢啊 那有些人 在位的時候形象很好 之後咧 所以你說 這個李登輝要去 嫉妒孫運璇形象好 沒有道理 對不對 我跟妳講 這個詩誠跟敏鳳 大概情緒上 沒有我跟孫風 這麼的 這麼的激動 這麼的激動 那你的角色 是跟他政治 站在對面 那我的角色 我是新聞採訪人 那當時因為 聯合報的創辦人 王體武先生 他介入很深 跟梁港先生那個 所以我了解的事情 真的比較多 這個我過去 我對李總統 他跟我相處 都說謊的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 很難跟他公開去計較 因為他是一個 他做過的事情 他會睜著眼跟你說瞎話 然後當著 我只不過就是 我的這個身份而已 他都可以否定 他都可以這個 騙你的一個人 我常常告訴我自己 或者只是這是一個 單一的事件 可是這本為主見證 見證了我對這個 說謊的人的憤恨 這本書決定讓我 對他所做的其他的事情 做一個歷史性的 或者是記錄性的反擊 這裡面的每一句話 每一個故事 講到跟別人有關的 都可以有反正 都可以有其他的事實的描述 我只能說 這家出版公司的 遠流出版公司的負責人 王榮文先生 是我們的朋友 可是這本書 會是出版界的恥辱 如果你不另外出一本書 5月31號 這家出版社 還要為李登輝總統 開一個記者會 我要強調的是 你不能夠用基督教徒 或者是用上帝 做你的遮羞布 這個對所有的信仰者來講 都是一個奇齒大辱 這本書不是為主見證 這本書是為一個世代 要揭發謊言的一個開始 對 但是也不要生氣 因為他連耶穌他都騙 他會講 我是不是我的我 所以你不要罵我 你罵的是過去的李登輝 或現在李登輝 我們也搞不清楚 我們在講 他在書中裡面 提到說連戰 跟他逼公 他哪有什麼公好逼 他都 但是我們看 他說 第二次總統民選 國民黨真錄總統人選 推敗連戰跟孝萬長 最後敗選 不凡結果民眾 就包圍國民黨中央黨部 拿到3月21 我就約見連戰 商討顯露如何因應 會面的時候 我就問連戰說 我是不是該辭黨主席 沒想到連戰 既然回應說 應該辭 而且表示越快越好 他說我相當心寒 然後24號 他辭掉黨主席 他想了三件事 一是完成台灣政黨政治 二是 國民黨對我不再必要 第三是 政權一定要和平轉移 你看 其實這個故事 他講很多次了 連戰 好像 就是讓他心寒的人 我們看今天李登輝 怎麼接受訪問 對 你不喜歡做東主席 對 跟你說你 越快越好 快快 不要快 對 你看學 學就是這樣 還是還是這樣 怎麼很切心 對你有連戰的回應 很失望 沒有啊 沒有啊 沒有你想這樣 時間到了 差不多 應該就下來了 就下來了 對 哇 你看 李登輝真是功力很高 我現在講就是說 如果插槍在台上 吃什麼 看什麼人 刷什麼鹽 他就是最專門 說得比較輕 說得比較輕 就是見人說人話 見鬼說鬼話 什麼時候 應該講什麼話 基本上 他不是有一個 有一個主流的價值 在他的身上 而是因人 因事 因事 他來說他的話 可是我對他的心情 可能這幾年下來 也包括自己的一些轉變 或者一些等等 其實我對他 沒有恨 沒有恨 但是很遺憾 很遺憾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他這個書裡面 我當然是沒有看 可是我看了一個標題 台灣到哪裡去 就是台灣往何數據 這是台灣今天最重要的問題 可是這本書看完以後 還是得到一個結論 不曉得要往哪裡去 就這樣子 因為 就他自己一生裡面 就變來變去 不曉得要往哪裡去 所以他的遺憾 遺憾是多的 我是認為 就是說 鐙輝先生 你也到了這樣的年紀 不需要再留下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不會對你點支某粉 這些東西 反而會留下了更多 想寫更多的東西來反駁你 而會讓你更難堪 但是他的書 每次都要講到連戰 怎麼去逼他 說叫他 你趕快吃黨主席 越快越好 他說這件事情 讓他非常心寒 但是連戰好像對他 他還是逼恭逼敬 我們看這個畫面 我們看連戰 對李登輝還算很恭敬 這是今年1月6號 在顧連松先生的告別追思會 然後連戰很主動的 但是 李登輝對連戰疑恨微笑 意再的把這個事情提出來 事成有沒有 我覺得如果我是連戰 我才疑恨微笑 你知道那個時候 2000年總統大選結束 我覺得那時候有個說法 本來是說 連戰應該說我輸了 可是那個時候盛傳了 當然後來連時間否認 他說被騙了 為什麼 你看看那個票數 從台灣投到台灣尾 連戰先生 Always第三名 他很 只有在台南是第二名 全部第三名 票到哪裡去了 那時候盛傳一個說法 所以我到現在 十幾年的選舉 我還記得他們的號碼 那時候說2枚 2枚是連銷 5枚是連銷 那時候中南部盛傳說 後來就2枚變5枚 你看我到現在記憶猶新 後來你看連戰輸成那個樣子 我覺得國民黨那個時候 黨雖然那個時候 票被分了 可是也不至於敗成那個樣子 請問一下票到哪裡去了 我不曉得那個時候 李先生他對於連戰 這樣的一個心情有沒有體會 所以我說 你說這個什麼 李先生對連戰有恨 如果是連戰了 我才翻臉 對不對 忙到最後我花那麼多錢 最後結果是 我是來賠榜的 但問題就連戰的角度 他一向是敗選之後 就保在政治風度上面 他就是備受稱讚的 所以他這個 其實這個東西是舊的 我們今天比較失望 倒不是說 就過去之前已經聽說 李登輝要出書 我們語言是要出 他的治國經驗什麼等等 台海危機如何應變這樣 沒想到出這種捲進 過去的歷史的是非跟糾紛裡頭 這個是我覺得 對於這本書 會比較失望的地方 就是說你從一個 不是當事人的角度 或是從一個 當時採訪記者的角度來看 就是說他可以如果把他 所謂任內的表現 什麼民主憲憲等等 寫比較一個正面 比較有 對他個人的評價也會比較好 他不會說 這本書留下來之後 真的歷史就會往他那邊倒 我覺得他如果把這樣子想的話 他就太簡單了 可是我覺得他最不道德的是 他用這個宗教來包裝 他自己的這種辯駁 或是說自己的一面之詞 我都覺得基督教徒們都應該起來抗議 對不對 這個真的是讓人舒忍舒不可忍 對啊但是 因為他講3月21號連戰逼他下台說 越怪越好 讓他非常心寒 那他藉著基督的一段話 就是找真輪廢 他說3月21嘛 3月30號 真輪廢就用連戰迫害 然後因為他還用日文寫了 然後寫下 他跟李登輝當天閱讀的經文 就是這個經文 出自詩篇跟ABG 但是他出示了 真輪廢當天寫的東西 剛好拆穿他的謊言 為什麼 因為這個信件是李登輝協校的信件 各位 李登輝協校是什麼時候成立 台聯的時候 台聯以後才有李登輝協校 那時候李登輝才從國民黨下來 怎麼會有這個信件呢 追授 追授 對啊 手手就印好了 所以他的謊言剛好在他的書中可以見 如果你再對照李登輝其他的書 再來對照他現在的書 那謊言就更多了 我想我記得去討論他這些 知識結結實在是沒啥意思 不過我討厭你這一 這個明後他講的一段話 就是說李登輝當過了總統 聯戰是落選沒當過總統 可是今天在台灣當代人的心目中 假如我們做一個調查的話 你覺得誰的形象會好 大家誰的會比較會獲得的尊重 應該聯戰遠遠會超過李登輝 這才是李先生你所應該要想的問題 一個你想散步的時候把它拿出來 修理一下的人 但是目前在整個社會裡面 他的身亡是比你好很多的 這才是你要做的 孫文老師這樣講很危險 李登輝下一本書就是連戰騙了我 李登輝他利用的 還是台灣的意識形態的最立 這個他能夠有一期之列 也是因為意識形態對的關係 所以他到目前為止其實還在應用這個 包括國際他無往不利 現在覺得這個還是有用 而且明鳳要他寫什麼社會定位 歷史定位那個賣不掉錢 錢這個比較好賣 對不對 您現在收看的是 TVBS 無線衛星電視台 現在為您播放的是 Focus 全球新聞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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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